接下來帶您看到這個勵志的故事 就讀南投旭光高中的潘穎恩 他從國中開始就代表學校參加全中運 空手道項目 每年都拿下了金牌 令人心疼的是 他在今年四月拿下全中運 第三面金牌之後 發生了嚴重的車禍 一度命危 插管一個星期才甦醒 出院之後他一度以為沒有辦法再比賽 但是最後在今年九月歸隊 更在這個月三號參加中正盃比賽 這次拿下個人組的金牌 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力量 代表學校參加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的潘穎恩 再度奪下金牌 奪下金牌已經很不簡單 更難得的是今年潘穎恩在四月的全中運後 發生嚴重車禍 頭蓋骨破裂一度命危 插管一個星期後 潘穎恩雖然甦醒也出院 但原本以為再也不能參加比賽 靠著自己堅強的意志力和教練及同學的鼓勵 潘穎恩在九月歸隊 訓練才幾個月參加比賽 再次奪下金牌 哇 你真的很厲害 那時候教練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跟著教練 然後好好的練習 這次金牌不但是他第三度在中正盃奪金 今年車禍前在全中運也是第三度拿下金牌 潘穎恩歷經的生死關頭再度回到場上奪下家機 更讓他堅信 只要不放棄就有希望 而新聞電影平行 周大祥的小報道